邱韆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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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後邱韆英雄 在2015年放下發展順利的事業 去了緬甸孤兒園 二教一年 想不到他最後還留下了 賣了一塊地準備起音樂學校 因為他看到小朋友透過音樂 找回一直以來所欠缺的自信 其實我第一次去就是2009年 我就跟教會去原村 第一次接觸到緬甸頂東金山會的地方 我之後2013和2014年 他都有跟教會在職位原村 但我對那邊的人的感情 有很厚的感情 我很感動想繼續 臨場小時間 雖然Angel已經在景洞買了一塊地 不過因為當地的行政手續複雜 他剛才拿到動工的批文 他來夢想成真的一天 好像有點遙遠 但他仍然充滿信心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 在生命的成長裏面 一定有一次機會改變 至少一次有改變 所以我跟小朋友說 如果你的妄想是做音樂 真是透過音樂這個方向的話 你就要好好觸實這個改變的機會 而這個機會你不只是改變自己 你是在改變整個整個區